那檔其實基本上它是 就是其實它就是一個壓縮檔 它其實就是你也可以把那個 它副檔名是JAR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副檔名 改為DIP的話 基本上它裡面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 你也可以把它解出來 然後裡面一定會有個.class的檔案 只是說把它封裝起來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要怎麼樣 我剛剛把這個把它放上去 這個剛剛的這個 畫面你只要照 就是幾個細節把它稍微改一下 應該可以改得出來沒問題 改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樣輸出成一個 一個JAR檔 可以直接脫離Eclipse 就可以給別人去使用 但是還是有些問題 因為那個JVM的版本 因為有32跟64 就是 我在這邊好像有遇到一點點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邊 第1個要怎麼樣輸出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已經做好了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 比如說我在sample 在這裡面 那假如說 我這個地方 JAR sample 這個專案 其實你可以 這個class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右鍵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匯出 匯出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在 這邊有一個Java的一個folder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裡面的話就有一個JAR 或者叫 可執行的JAR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按下一步 下一步 他問你說 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 看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不過有的時候放桌面上 因為有那個 之前有遇過 或是說那個桌面 有中文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中文有關係 所以RUN不起來 後來放在根屋就可以RUN 最近又發現那個 在32環境 32環境是RUN沒有問題 可是在64位 環境下面RUN就有問題 另外就是 我在其他環境 做好的JAR檔 可以RUN 可是我用這個環境 做出來JAR檔 不能RUN 會有這些 一些一些的問題 那不過沒關係 這地方我們可以做個test 比如說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我給他一個叫 MANCE CAI 這個檔案我把它放桌面上 儲存 那儲存之後的話 那這邊你可以選預設的 按完成 他就自動幫我 怎麼樣的把它匯出去 不過他有一些警告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 就會有一個這個 那 你把它點兩下之後 應該就可以RUN了 不過 我剛剛試一下 沒辦法RUN 可能在check一下是不是 因為 我們Compire64的關係 或者是 因為我在其他環境下面 Compire32環境下 做好的OK 沒問題 而且流程都一模一樣 可是在這個環境下 就撥給我 我們在check一下 看看什麼地方的問題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 在Eclipse 配合 Java32 試試看 也許就可以了 這地方 OK 那我們這地方RUN出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 直接把它執行 可以脫離Eclipse 我可以脫離Eclips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